大家好我是游泳 欢迎来到X调查 一个雨天的下午 东京消防厅接到了一通火警电话 有人报告民宅起火 消防员接报后迅速赶到了现场 他们冒着大火进屋救人 哪知道在房屋的二楼发现了一名女子 从现场情况来看确定被人所害 此案在日本非常有名 直到今天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接下来就会讲述发生在日本的知名案件 柴佑女子大声放火杀人事件 故事发生在东京的葛市区 它位于东京东北部 被江户川和荒川两条河流围绕 有四十多万人生活在这里 葛市区有一个地方 因影片尹次郎的故事中的主人公尹次郎的故乡 而被广为人知 那个地方就是柴佑 在东京葛市区柴佑三丁木的一片安静的住宅区里 有一栋一户建 里面住着小林一家四口人 一户建是日本常见的独栋住宅建筑 大多为两层或三层的结构 有的有小院和停车位 小林家是两层楼的一户建 左右两旁是邻居家 虽然房子和房子之间离得很近 但是各自独立的房屋 房屋的男主人名叫小林贤二 这年四十九岁 是某公司的职员 女主人姓子五十岁 是家庭主妇 偶尔在美容店做临时工 他们有两个女儿 大女儿雅希子二十五岁 是一家医院的护士 小女儿顺子二十一岁 是一位大学生 她是今天故事的主人公 小林家距离京城电铁京丁县柴佑站二百五十米 房屋的门外就是一条马路 交通便利 他们家有两层 进入屋内后 首先会来到玄关 通过左手边的移门 可以进入起居室 这里有沙发电视和写字台 写字台上有一台电脑 起居室旁边是厕所 这也是家中唯一的厕所 旁边是浴室 洗手台和厨房 通过一间铺着榻榻米的河室 就到达了一楼最里面的走廊 这里有去往二楼的楼梯 上楼后 一侧是顺子的姐姐雅希子的卧室 另一侧第一间是顺子的卧室 最里面一间房是顺子父母的卧室 夫妻俩姓佛 卧室里有一个佛刊 顺子就读于上智大学外国语学部 是一名大四学生 他性格开朗成绩优异 在这年的留学选拔考试中表现出众 并获得了美国西雅图大学的留学机会 顺子对接下来的留学生活充满期待 一切都已准备完毕 顺子即将离开日本 前往美国 然而谁也不会想到 离他正式出发经过两天的时候 顺子的家里发生了一件轰动全国的事 1996年的9月9日 这天是个星期一 9月初的东京已摆脱酷暑 天气凉爽宜人 但从这天早晨起 天空中就不间断地下着小雨 到了下午 雨势逐渐加大 这天顺子的父亲小林醒二 正在离家200多公里外的福岛县出差 姐姐雅希子则在医院上班 顺子和母亲则在茶友的家中 时间来到了这天下午三点半 母亲穿戴完毕后 离开卧室下到一楼 准备去美容店上班 这时顺子穿着睡衣 也下到一楼想要上厕所 她正好看到了准备出门的母亲 见屋外正下着大雨 出于关心 顺子对母亲说 下这么大的雨 还要骑自行车去上班吗 母亲表示美容店已经排好了班 如果不去就没有人顶替 虽然下着大雨 但路上坚持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母亲还是决定去上班 由于顺子还在家中 母亲出门时就没有锁门 值得一提的是 顺子的家门并没有自动锁 必须手动才能上锁 如果不锁门 任何人都可以从屋外开门进入 他们也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之前从未发生过问题 直到这一次 家里发生了情况 时间来到了下午4点35分 东京消防厅接到了一通火警电话 有人称 在东京葛市区柴油三丁木 有一栋房屋发生了火情 消防员接报后很快赶到了现场 到达时火势很大 可以看见明火 房顶不时冒着滚滚浓烟 考虑到房屋内可能有人 几名消防员奋不顾身地冲了进去 他们在二楼最里面的一间卧室里 发现了一名年轻女子 几人很快意识到 这场火灾并不简单 只见干女子侧身躺在榻榻米上 嘴巴被胶带封住 双手被胶带绑住 双腿被连枯啊绑住 身上盖着夏天用的被子 被子两侧被塞在了身体下面 女子脖子处正流着血 已经没有了意识 随后她被紧急送往了 附近的医院抢救 但结果还是无力回天 女子不幸离世 此人就是21岁的女大学生 小林顺子 很明显火灾的发生 是有人故意为之 现场火势很大 门口已经来了五辆消防车 消防员奋战了一个多小时 终于在傍晚六点将大火扑灭 两侧楼的房屋几乎完全被烧毁 只剩下立柱和横梁 好在发现及时 没有殃及周边的邻居 此时的警方也早已抵达了现场 他们封锁了周边区域 禁止闲杂人等出入 由于火势很大 再加上刚才灭火势被水冲刷过 现场很多政务遭到了破坏 被害人小林顺子21岁 被发现时并不在自己的卧室 而是在二楼父母的卧室 顺子的衣装完好 上身穿着衬衫 下身穿着短裤 没有被侵犯的痕迹 据顺子母亲回忆 当天下午他出门上班时 看见顺子穿的是睡衣 而不是这套衣服 当天下午只有顺子一个人 顺子之所以会换衣服 可能家里来了什么客人 或者顺子准备出门去见什么人 经法医检查 顺子身上的知名伤 是脖子右侧的刀伤 其静脉被切断 因失血过多而亡 在其手臂上有防御性伤口 身前曾有过抵抗 根据伤口判断 胸膝是一把刀 刀刃长8公分 宽3公分 但警方没有在现场找到他 顺子的呼吸道和肺部 没有吸入烟尘的迹象 这表明纵火 发生于顺子身亡之后 在二楼父母卧室的门口 发现了顺子父亲的拖鞋 经消防员勘查 房屋的起火点有两处 第一处位于一楼楼梯旁的合室 第二处位于靠近玄关的 起居室里的电脑 电脑被完全烧毁无法恢复 一楼起居室的抽屉里 丢失了一张 一万日元的旧版纪念钞 除此之外 家中没有其他贵重物品丢失 在二楼的为顺子出国留学 准备的14万日元现金 以及旅行支票均未丢失 案件发生后 顺子的姐姐雅希子 收到了家里骑火的消息 随后她立刻赶回了家 但她却得到妹妹 已经离世的消息 在火灾的灰烬中 唯一能让雅希子留作纪念品的 是妹妹顺子之前 送给她的一对金色耳钉 这对耳钉是顺子在外国留学时 寄回国内送给姐姐的 顺子之前曾有过 新西兰留学经历 她在学习英语上很用功 梦想着未来当一名国际记者 年轻的她对一些国际问题 有自己读到的见解 在火灾现场 还发现了顺子讨论 国际问题的手稿 顺子在大学期间 经常做义工 教中小学生英语 未来有一片光明的前途 姐姐雅希子对妹妹的遭遇 感到万分痛心和惋惜 在现场一楼玄关处 警方发现了一个火柴盒 该火柴盒原本被放在 二楼顺子父母卧室的佛刊旁 推测凶手用火柴纵火 离开的时候将火柴盒 丢弃在玄关处 见识人员从火柴盒上 成功提取到了微量血液 经检测该血型为A型 而顺子一家 没有任何人是A型 因此基本可以确定 是凶手留下的 后来见识人员还在火柴盒上 检测到了布置手套的成分 由此可知 凶手作案是戴着手套 这也解释了 为何现场没有留下凶手的指纹 捆绑顺子的胶带由静岗县的一家工厂生产 规格宽5公分长25米 价格约800日元 在全国的便利店或文具店可以买到 警方发现用于捆绑顺子的胶带 和顺子用于打包行李的胶带很相似 但经过比对 两者规格不同 所以这卷胶带并不是取自家中 而是由凶手带来的 这种品牌的胶带在全国范围都有销售 因此很难追踪到具体的购买点 见识人员在捆绑顺子的胶带上 发现了植物材料物 木屑以及三种不同种类的犬类毛发 由于顺子家不养狗 因此这些犬类毛发 可能是从凶手身上留下的 顺子的双腿被连裤啊绑着 使用的是一种特殊的打劫方式 这种打劫方式 通常会在园林绿化中用来固定篱笆 或者在穿和服的时候 也会用到这种打劫方式 凶手可能有过园艺工作的经验 案发当天下午4点15分 有一位行人路过了顺子家 当时并未看到起火 20分钟后到了4点35分 邻居发现顺子家冒出了浓烟 很快看到了火光 4点39分邻居拨打了119火警电话 消防队接报后很快赶到了现场 并在傍晚6点扑面了大火 综合各项线索来看 嫌犯闯入家中作案的时间 为3点50分母亲出门 到4点35分邻居发现起火的 这45分钟内 火灾发生时间 正好与学生放学的时间重叠 此时行人增多 情况复杂 在离顺子家300米的地方 有一座金丁公园 有目击者表示 案发当天上午9点 至下午3点这6个小时里 有一名带着白色手套的男子 一直在金丁公园周边徘徊 有目击者称 案发当天下午4点30分 到4点40分的时候 也就是邻居发现火灾的相同时间 他看到了一名年龄2、30岁 身穿白色衬衫的男子 当时正下着雨 但该男子没有打伞 冒着雨从案发地点的位置 向柴油站方向跑去 目击者表示 在案发前 有一名男子 一直盯着顺子家的房子看 那人身高约160公分 身形偏瘦 30多岁 上身穿着土黄色的雨衣 下身穿着黑色的裤子 案发当天下午4点左右 有目击者看到一名 手持黑色雨伞的中年男子 出现在顺子家附近 这天上午 还有人看到类似穿着的男子 在距离案发现场 一公里的高沙站 询问怎么去柴油三丁木 三天前的中午 一名40岁左右的中年男子 闯入了附近几户人家 被赶走后 又在别人家门口摆弄着打火机 当天下午1点左右 有其他人也看到了这名男子 在顺子家附近 在案发一天前 清晨5点左右 有人看到一名男子 在顺子家附近 他一边骑着自行车 一边唱着军歌 随后又不知道对谁喊了一句 别开玩笑了 我会杀了你 顺子有一位男友 但经过调查 当时他的男友身在美国 并不在日本 因此这件事与他无关 在案发十天前 朋友们为顺子举办了一场送别会 祝愿他去美国留学顺利 那天顺子和朋友们玩得很开心 结束时已至午夜 顺子独自乘电车回家 到达柴油站后 他又开始步行 往家的方向走去 他走着走着 突然发现身后有一名男子跟着他 他感到十分害怕 于是赶紧拐了几个弯 返回了柴油站 他在公众电话亭 给家人打了一个电话 母亲接起了电话 只听顺子说 妈妈 有人跟着我 拐完后 他还是跟着我 所以我又回到车站了 顺子母亲听闻后 赶紧离家赶往柴油站接女儿 到那里后 男子已经不见踪影 后来两人也就没把这件事放在心上 过了几天 顺子在母亲的陪伴下 去看了一次牙医 当时顺子对母亲说 如果我出了什么事 从牙齿的治疗痕迹 就能知道是我 没想到顺子的一句玩笑话 一语成衬 在接下来一段时间 警方对各条线索展开了调查 他们几乎调查了所有可疑的人 但始终无法锁定嫌犯的身份 随着时间的过去 调查陷入了停滞 此案也成为了一起悬案 2014年的时候 警方使用最新的技术 对现场遗留的血液进行了分析 他们从盖在顺子身上的被子上 成功提取到了一名未知男子的DNA 该DNA不属于顺子家的任何人 另外 监视人员证实 被子上发现的DNA 与案发现场火柴盒上的血液DNA一致 属于同一人 2018年9月 这是案件发生的22年后 这起旧案又被媒体提及 引起了民众的关注 警方公布了此案的更多信息 案发当天下午3点55分 嫌疑男子出现在被害者的家门口 他上身穿着土黄色的外套 下身穿着黑色裤子 身高160公分左右 身材中等至销售 在雨中没有打伞 那人一直看着顺子的家 似乎在找什么人 2021年8月 又有一幅嫌疑人的画像被公布 描述来源于一名女目击者 案发时他21岁 住在离顺子家1.8公里外的地方 当天下午 他骑着自行车去朋友家 在距离顺子家20米的交叉路口 看见了一名可疑男子 那人身高不高 150至160公分 体型偏瘦 身穿黄色外套和黑色裤子 年龄五六十岁 打着一把黑色雨伞 警方发布了800万日元的高额悬赏 希望知情人士提供线索 有人认为这起案件 与顺子的留学有关 犯罪精神医学专家 座天明就持这样的观点 他认为事发时 离顺子启程去美国典礼两天 所以选择这个时间点 动手绝非巧合 而是有意为之 凶手是一位单方面 对顺子抱有爱意的男子 顺子以及周围的人 都没有察觉到这一点 由于凶手害怕被顺子拒绝 所以他一直没有向顺子表白 而是选择偷偷跟踪顺子 案发前在柴游站附近 跟踪顺子的男子就是他 再了解到顺子即将去美国留学 并且得知他在美国有男友后 该男子知道 顺子很长时间不会回日本了 他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以后再也见不到顺子了 他心想 与其让别人夺走他 不如亲手杀了他 这样就没人能够得到他了 有人认为这起案件 与宗教有关 顺子就读的上智大学 是一所私立天主教大学 校本部位于东京四谷 在东京都共有三个校区 上智大学与早稻田大学 以及清英艺术大学 合称日本私立三大名门 顺子在大一的时候 就参加了STP暑期教学计划 每年暑期顺子都会做义工 教当地中小学生英语 有人认为顺子所在的教学团体 实际上是一个宗教组织 只不过是拿义工做幌子 而顺子家丢失的那张纪念钞上 印有圣德太子的肖像 一直发行到1986年 凶手可能也是因宗教的原因 拿走了这张纪念笔 关于凶手的猜测还有很多 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 最合乎逻辑的猜测 案件发生时 是在星期一的下午四点多 这时正是学生们放学的时间 但这个时间作案 很容易引起别人的注意 顺子家门口就是一条马路 来往的行人 可以看见进出房子里的人 凶手整个作案时间很短 明显是经过精心策划的 而不是随机作案 在现场二楼卧室外 发现了顺子父亲的拖鞋 这说明凶手很可能是顺子认识的人 顺子主动邀请对方进屋 还拿了父亲的拖鞋给客人穿 顺子被发现时 脸部被被子盖住 这说明凶手作案后有愧疚感 进一步说明凶手与顺子相识 案发时间在顺子计划出国的两天前 这起案件就是与他出国有关 如果凶手再不行动 就没有机会了 顺子案发几天前 去看牙医的时候曾对母亲说 如果他出了什么事 可以通过牙齿治疗痕迹认出他 顺子已经意识到自己可能会遭遇不测 他把这件事一直埋藏在心里 没有向任何人提及 顺子家一楼的起居是有一台电脑 顺子平时也经常使用这台电脑 这台电脑也是房屋的起火点 里面很可能由于本案相关的重要信息 所以凶手一定要将他摧毁 顺子的呼吸道和肺部没有烟尘 纵火发生在行凶之后 顺子的遗体是在二楼父母的房间发现的 但凶手点火的地方是在一楼合适的橱柜处 以及起居室的电脑处 那间合适是距离二楼顺子父母卧室最远的一间房 如果想要销毁现场痕迹 应该在遗体所在的二楼房间点火 凶手为什么要选择在一楼点火呢 猜测事情可能是这样的 顺子即将出国留学是引发整个事件的导火索 凶手与顺子之间产生了某种矛盾 于是开始跟踪顺子 之后又在顺子家周边踩点 为行凶做准备 顺子参加完送别会的那天晚上 跟踪顺子的人就是凶手 被发觉后就离开了 之后几天顺子察觉到了异样 所以在看牙科医生的时候 向母亲说了奇怪的话 凶手已经基本摸清了顺子及其家人的作息时间 知道案发那天顺子的父亲在外出差 姐姐也在上班 家里只有顺子和母亲 只要等下午顺子母亲去上班了 家里就只剩下顺子一人了 这天下午起 凶手就一直在顺子家父亲徘徊 在看见顺子母亲出门后 就采取了行动 他故意没有拿伞 然后按向了顺子家的门铃 顺子看到是认识的人 外面又下着大雨 出于好心就邀请对方进屋 凶手进屋后 穿上了顺子父亲的拖鞋 此时凶手衣服被淋湿 表示想要换一身衣服 于是顺子就去二楼父母的卧室 想要找父亲的衣服 没想到凶手跟着顺子进入了卧室 由于卧室里有榻榻米 凶手进入前 习惯性的把拖鞋放在了门口 接着他趁顺子找衣服的时候 偷袭了对方 受伤的顺子倒在了榻榻米上 期间他曾有过抵抗 但根本招架不住 最终没能逃过一劫 做完后凶手发现卧室里的佛堪朋友 一盒火柴 他临时起意 决定烧掉现场 以免留下什么证据 为了防止顺子醒来大喊大叫 他就用事前准备好的胶带 贴住了顺子的嘴巴 绑住了他的双手 然后将对方的腿也绑了起来 面对自己熟知的顺子 凶手选择用被子将其头部遮挡起来 以减少内心的愧疚感 由于顺子所在的位置 在父母的卧室 此处就靠近街道一侧 如果在这里点火 那么现在是放学时间 很快就会被人发现 并且火势很难蔓延到一楼 从而烧回整栋房屋 凶手既要给自己争取更多的逃跑时间 又要尽可能烧回整栋房屋 他选择了一楼离街道最远的房间 接着他拿起了火柴 并来到一楼 在河市里点了一把火 在到达悬关准备出门的时候 他看到起居室里有一台电脑 他觉得电脑里 可能会有暴露他身份的信息 所以他又引燃了起居室的电脑 离开房屋前 他随手将火柴盒丢在了悬关处 对于丢失的一万日元九百纪念钞 他可能被凶手用来引燃 或者在火灾发生时被稍微灰烬 而不是被凶手拿走 据说在消防队抵达时 房屋大门是锁着的 而母亲表示 当时离家去上班的时候没有锁门 至于这一点可能有多种原因 可能是顺子后来又锁上了 也可能是凶手行凶前锁上的 亦或是凶手可能用某种方式 获得了顺子家的钥匙 由于凶手的身份 只有顺子自己知道 所以警方查了那么多年 也没有查出来 案件发生多年后 警方把从现场搜集的属于被害人的遗物 归还给了他的家人 其中包括顺子生前写的报告 以及一些照片 面对这些遗物 顺子的父亲忍不住哭了起来 他对女儿遇害感到十分愧疚 他每天都想抓到凶手 为女儿逃回公道 2010年4月 日本对刑事诉讼法做出了修改 对于最高可判死刑的罪行 将原本的25年追诉期 改为无追诉时效 该法案即日起生效 对于在修法生效前发生的悬案 如果追诉时效还未到期 那么这些案件将被永久追诉 这项法案生效前 顺子案的追诉时效仅剩下一年 好在苍天有眼 在新法案生效后 顺子案将一直调查下去 直到找出真凶 如今事发的柴右三丁木的那栋房屋 已经不再住人 在那里建起了一个消防仓库 顺子的父亲小林贤二 在路边供奉了一尊地藏 上面刻有顺子的名字 他祈求凶手能被早日缉拿归案 时至今日 顺子的父亲小林贤二 依然没有放弃 每年女儿的忌日 他都会走上街头 向路人散发传单 他多么渴望 能够找出真凶 为女儿讨回公道 就像他在传单上写的话 无论信息多么微不足道 希望您能够告诉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感谢观看